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神的工作都没有停止 到最后这个圣殿是建成了 所以我们会看这个事件 在之前我就再review一下 我们上个礼拜提过的 就是当这个波西王古列 他允许这些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 当时候就有4万多的人去回应这个呼叫 当然这个应该是他们这个总人数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就回归 回归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时候 因为这些4万多人回归 他们都肯定是心里面是很火焰的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他们都不会去回应这个呼叫 所以他们一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就马上去做这个祭坛 献祭 然后就马上做这个圣殿的根基 所以这些工程 这些活动 他们都完成得很快 因为他们的火焰的心 但是就马上就得到一些敌人的攻击 这些敌人的攻击是有几个部分 第一就是开始 他们就好像很有善意的 他们就 我们一起去见 但是这领寿他们很有机会 他们知道他们不是真的是想跟他们合作的 其实他们是想在中间影响到 他们见这个圣殿的进度 所以他们很有机会 但是这些敌人他们用这个善意不行 他们就用这个恶意了 他们就开始有一些规避了 他就令到他们的手远了 可能自己恐吓他们了等等 然后还有他们就也会毁迈一些当地的官员 希望通过这些官员的影响力 令到他们不能够见点 因为这些一切一切的攻击 这些本来是很悦性的犹大人 他们就把他们的工程就停止下来了 一停就停了16年 16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16年的时间里面 有可能不单是这些民众 还有就是有可能他们的领寿的心都冷淡下来了 这些冷淡下来的人呢 他放弃了这个工程有16年 想一想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工程放下来16年 你会不会再重新再做 可能都不会了 因为如果你是放一两个月里都有可能去重新再做 但是16年有可能已经忘记了 有可能你已经做了其他的事情 你不会再重新再做 但是神的工作没有停止 因为他就兴起两位的先机 就是哈盖跟撒扎利亚 他就跟他们说 他都很坦说的跟他说 你们说 这个你们不能见电 是因为一些客观的环境 因为其他的攻击 你们说这个时间还没有到 其实不是这个时间没有到 而是你们自己的 优先的气息 出现问题 你们只是去见自己的房间 这个排落体的问题 你们建立的房间 这圣殿你们就不管了 所以这个就是下个礼拜 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 好了 这是以色列人 他们听到这个先机 对他们的一个劝勉呢 他们有什么的回应呢 这里就说这个索罗巴伯 这个是在哈盖书 哈盖书里面就记载到 这些犹大人 他们听到这个先机 跟他们的串脸提醒 这时候他们就有什么的回应呢 这里说这个索罗巴伯 跟这个约书亚 这两个的领受呢 并其他的百姓呢 他们都听从他们的话 神的话是这个接着这个圣迹 哈盖跟他们说的话 百姓在神面前 也有一个敬畏的心 然后这个哈盖 一方面 他是提醒他们 去挤夹他们 他们的这个健殿 这个冷淡下来的心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哈盖也会鼓励他们 这鼓励就是说 耶和华说 我与你们同在 所以这个神与他们同在 就是他们可以继续的建殿 这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因为如果是靠他们自己呢 因为他们当时候 他们都有可能 有其他的事情做啊 而且因为这个哈盖也提到 他们在这16年里面 他们杀的众多 瘦的小 就可以看到他这16年 他放下神的工作 他去自己建基的房屋 这个优先其实是出生问题了 还有他们也可能在生活上 也是真的是有艰难的时间 所以仙基跟他们说 你们杀的众多瘦的小 所以哈盖是对他们的一个提醒 所以这些人 他们听到这个仙基 对他们的串眠呢 他们呢就开始了 开始去重新的来做这个建殿的工作 这个是大利物王的第二年 6月24日 这个是哈盖书里面的记载 就是他停了16年之后 他们就重新的开始做 他们重新开始做呢 我们就回到这个以色列基了 这里说这个先知哈盖 跟撒加利亚 奉以色列神的名 说全面的话呢 如是所罗巴伯跟这个耶稣 他们都重新的动手 建这个耶路撒冷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有几个的人物了 这些人物我们都看过了 先知哈盖 撒加利亚 这是先知了 然后所罗巴伯 所罗巴伯是什么呢 所罗巴伯是 犹大神的神长 我们也看到了 上一趟看到 他是王的后裔来的 他是大卫王的后裔 然后耶稣亚 耶稣亚是一个基斯 所以我们看到有三个不同的人物 先知 王 跟基斯 这三个是有什么的共同点啊 先知 基斯 君王 有什么共同点啊 这位神 对 都是要通过神的告吏的 也是说这是周约里面说的受告诫 当然呢 在新约里面 我们知道所有的受告诫 他们都是弥撒亚 在旧约里面的预表 所以这三个受告诫的身份 合在一起的就是弥撒亚了 弥撒亚就是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看到 那当时候我们重建圣殿的领受 当他们刚刚回来的时候 他们的领受就只有 所罗巴伯跟耶稣 但是现在他们的领受呢 多了 就是加了这个哈盖 跟夏扎尼亚在里面 他们在这个重建 这个工程上 他们单单什么角色 我们刚才看到了 有先知 君王 基斯 先知 他的工作是什么 看见神的心意 以后就跟他们讲 所以先知 他的工作是提醒 跟鼓励 将神的话跟他们说 君王呢 君王的工作是什么 Leadership 他是一个领受 他是管理的 他是带领人 一同去做一件事 其实呢 先知 这个先知 不单是把这些职务放上谈 那么简单 还有什么 宿罪 还有呢 这个基斯呢 会帮他们祷告 基斯的角色 就是把人的需要 带到神面前 所以其实 他们在这个建殿 这个个程里面呢 这三个的角色呢 都出现 就是先知 当他们的手远的时候 他们难当的时候 他们就提醒他们 鼓励他们 让他们知道 神是与他们同在 然后这个 这个索罗巴伯 因为他是一个 神家 所以他是一个 行经上的领受 所以具体的 建殿的工程 他是带领 这些人来做 然后这个耶稣 这个知识呢 他就是为 这些民众 祷告 他可以祷告 因为他知道 他们的需要 他才可以 帮他们祷告的嘛 所以这个耶稣 当这个知识 的角色的时候 他是一个 关怀的角色 因为他有关怀 才叫人的需要 才可以帮他们祷告 所以我们就看呢 在我们教会的事工上 其实我们也需要 先知 季戏 君王 这三个不同的角色的人 在一起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当然 我们需要 先知 这角色的人 当然今天的先机 就好像是 我们当中 比如说牧师 他在台上 提醒我们 也劝勉我们 也包括在 这个主流学 小组的查经里面 我们都需要 有不同的人来 在圣经的话语上 就教导 当然在当时候 不是每个人 家里面都有圣经 在当时候 今天我们每个人 在家里面 圣经的数目 可能比人的数目多 当时候 也因为很多人 他们都不懂看字的 所以他们的 所有的对圣经里面的 对神话语的认识 都是靠 先知去教导他们 今天我们不是了 其实今天 神的话语的提醒 就不但是在牧师 在主入学 在小组查经 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去看这个圣经 但是 在教会 整体的来说 我们还是需要 有人在当中 有一个县级的教室 去提醒 我记得我在 上岗的时候 都很早 我就做这个 类似现在的 同工的位置 我们去一个 很大的一个教会 一个很传统的教会 牧师大概有三个 四个左右 然后传道有六个左右 一个那么大的教会 因为我们的传统很久 超过一百五十年的传统 一个教会 所以这个大的教会 建立很多的传统 就很容易 你侍奉的时候 就变成 你只是守着 以前是怎么样做 你就教育 你就不需要 做新的事情 所以就变成 这个教会 特别这些大的教会 这个发展 就会比较慢一点 我记得有一趟 中间有一个传道人 他不是在这个 领受的团队里面 最基地最新的 他是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传道人 他一起开这个 同工会的时候 他就起来说 他说 难道你们觉得 神会福兴我们呢 如果你们的事奉 还是这么大难的话 你想一想 这个传道人这样说 他需要的勇气是怎么样 他是一个传道人 而且是一个 比较年轻的传道人 然后 其他的同工呢 都是 在教会里面 很多年 有在这里 三十年 四十年 而且当中有很多 是 比如说 他是大机构 里面的 行经人员 他这样说 其实这个就是 一个先祭 这是一个先祭的教室 他可以说一些话 在教会里面 我们需要有先祭 我们也需要 有君王 刚才说 我们中间 我们是需要人 做一些领寿的工作 做一些管理的工作 就好像我们 现在大部分的同工也是 我们是 在我们的不同的功能方面 我们做一个领寿 然后到最后 就是一个祭司 其实今天我们不需要 有真的祭司在中间 但是刚才提到的 祭司呢 就是它是关怀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需要找出 我们的角色是怎么样 你是做一个君王 你是做一个祭司 还是一个先祭呢 当然我们不需要 每一个都是君王 因为每一个都是君王 那就麻烦了 每一个都要做王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也不是 我们只是做君王 我们只是做先祭 我们有可能是每一个部分 都会有一点点 但是我们就要去找出来 就是我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不应该是什么 找些都没有的 起码你都可以做一个 祭司 为人祷告 去关怀人 所以我就想在这里提出来 什么河西呢 就是约丹河与西 这些尤丹他们重归去 耶路撒兰 耶路撒兰是巴拉斯坦的地方 巴拉斯坦是在约丹河西边的地方 这跟这个河西坦是两个不同的坦 他们回归在耶路撒兰是个犹大坦 所以两个都不同的坦 但是在旁边 所以这个河西坦的总督 当然跟其他人 他们就来问他了 是谁叫里面建一个殿的呢 然后这个犹大的魁夫 就是跟他们说了 是谁来建这个殿呢 然后这里说的 神的眼目去看顾他们 那上一趟呢 人叫他们停 他们就马上停下来 这一趟呢 这个神的一个看顾就是怎么样呢 他们来去问他 他们是想拦阻他们 但是他们就没有 要他们马上就停手 因为他们就跟他们说 好,我想查清楚 是谁叫里面建这个殿的 他们就上高给这个大利乌王 这个波斯王 他要问这个大利乌王 是谁叫他们建这个殿 但是他这个 就高给大利乌王这一段时间呢 他就没有要他们马上就停工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神的看顾 因为这里说 神的眼目看顾 神的眼目看顾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 这些仇敌没有 要他们马上就停工 这个是神在他们的心里面 去让他们 不愧马上就要他们停工 但是我觉得这个 也是神的看顾 就是叫这些游战 当他们知道 他们的敌人 要去做高给大利乌王的时间 他们也自己没有停工 因为你想一想 确别是如果我们 中间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工作的 你现在做一个project 然后有人来问你 这个project是谁叫你做的 然后你告诉我 是谁叫我做的 然后他就说 OK 我去先问一问他 是不是他叫你做 如果你听到人家 你这样说的时候 你会不会继续做你的project 你可能都是 停一停 让他搞清楚 回来 因为如果不是 他就真的是查出来 他没有这个order给你做 变成你做什么 也都百花的功夫了 但是当时候他们 虽然他们知道 他们要做高给古列 但是他们没有停手 他们继续的做 所以这个也是当时候的 一些人他们 跟第一趟 他们就有一个改变了 第一趟的时候 人家叫他停 他就马上停 第二趟 他们就继续的做 一直到跟古列的回报 是怎么样 为止 这些敌人 他们去奏告给古列 古列就是当时的波西王 他的奏告的内容是什么 他的奏告的内容 好像一个很强篇的文章一样 他首先 他就提到 我们去到犹大神里面 我们见到他们 在做这个圣殿 然后我们就问他们 是谁将叫他们 在做这个殿 又问他们的首领 是谁 所以第一方面 他就是 这个原告人 就是 这是 和西省的 这个总督 他在周告里面说 我们问他是 谁叫他们建殿 是谁他们的首领 然后这个周告里面 也讲到 这个尤大人 他们的回答是怎么样 他们的回答就是 是天地之神的仆人 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 我们是从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 所以他跟他们解释 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殿 我们只是把这个旧的殿 我们重新再建 是以色列的一个大君王建造的 当然这个就是 所罗门 也是所罗门建的 然后他们也说 只是因为我们的列祖 发禄 将我们掳到巴比伦里面 他就插毁这个圣殿 然后他也说 原来在这个巴比伦王古列年的时候 他就这样子 允许我们去建这个殿 所以他就写到 这个尤大人的一个回答是怎么样 然后他到最后了 就是这些原告了 他们就问王了 一个请求了 这个请求是什么 就是 如果现在王已未美 请查这个巴比伦王的福库里面 看看有没有这个将棋 真的是有这个将棋 让他们来建 好 所以这个是景国的 他们的像古列王这个咒告的内容 好了 这一趟 我们看第一次 人家叫他们停 他们就马上停 这次他们就没有马上停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刚才我都提到 是神的眼目的看顾 神的眼目的看顾 包括什么 为什么他们这一次 不愧马上停 我相信这一趟 很大一个影响就是 因为有一个先机 有这个先机跟他们走 有先机有提醒 都让他们就不愧马上的 手都远下来 这是他们也有一个见识的信 去继续来做了 好了 这个古列王 他们受到这个 他们的敌人 他的请求之后 如是这个古列王 他就这样子要在他们的点击里面去找 然后他们就在这个 马带省这个宫里面找到一卷 这里就说 当时的古列王 所以他找这个时候 大概是十多年前的 当时候的古列王 古列王已经不在了 但是有大力乌王去找的时候 就在这个宫里面就看到 真的是在古列王的时候 他是有这样子 当时就叫他们去见语店 甚至里面的很多的细节都在里面 比如说这个店要怎么样的高 怎么样的欢 怎么样的间 也有提到 然后也提到要把一些 尼布甲尼莎所掠过来的器皿 都要还给他们 所以这个是当时他查到的教书里面 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大力乌王的魁府里面 不但是找到 找到之后 他也提到就是什么 好了 我查到正是有这个教书 所以你们就不可以 阻止他们去见 这里提到 你要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 让他们去建造这个神的殿 所以这里也提到 第六章第六节 你们当远离他们 所以这个就为到 大力乌王这个教书里面 就为这个尤大人 他们见店 他就开了这个律灯 你们不要阻止他 不但是这样 这还有提到的就是 不但是不要阻止他们 还有就是你们要帮他 你们要帮他 他在这里说呢 就是你们要从何系的幻想里面 继续的拨取公赢 做他们的经费 免得耽误工作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 additional bonus 这额外的 因为这些敌人本来是拦阻他的工作 但是因为神的看顾 不但是叫他们不要拦阻 还有呢 叫他们 你们要给钱 他们去建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一个 很特别的工作 他在这个 本来是一个攻击 本来是一个 persecution 但是神就通过这个事情 不但是他们的工作没有停止 而且呢 神是额外的给他们一些的供应 好了 我们去想一想 这次敌人的男主 对尤丹人来说 是一个福 还是一个祸呢 看起来是祸 后来是一笔壶 大家都觉得应该是这样 是啊 好了 我们也想一想 因为我们这个学期 我们是把这个历史 来到我们教会里面 过去的两三年 我们看到 不论是pandemic也好 我们的弟兄姊妹伴走也好 或是我们的新的WSU 我们本来以前有很多同学的 现在没有了 这些一切都是对我们教会 对我们来说不是太好了 其实这一切 确实是过去两三年的 因为是pandemic 你觉得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祸还是福呢 是祸比较多 我很感谢有那个Zoom 我们可以继续的崇拜 还有查经 还有聚会等等 所以那方面就是 有了新的法子 我们没有被担阻 我们还是有别的法子 来学习神的话语 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 真的是神带给我们的一个福气 我们以前都没有想过 可以用Zoom来 这个不论是主学啊 或是团契啊 当然了我们也需要 这个面对面的一个接触 但是如果没有书的话 我们都不可以 现在我们还有每一天的读经 我们每一个星期晚上 我们现在一个星期六个晚上 我们一同来读经 如果没有书 我们肯定不可以这样做 还有没有其他呢 我在想 犹太人说人的生命 就像42个旅途 它对应在以色列人在旷野 在旷野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可以去以林 它有72个宗宿 36个活泉 也可以遇到马萨 有苦水 所以我觉得人的生命 都是这样的 是有的时候是好的时候 有的时候坏的时候 但是目的是不会变化的 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 他要去加南地 同样我觉得我们在现在的社会 无论是在美国或者在任何国家 其实神给我们的使命 都是不会变化的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看我们经历的是 什么样的情况罢了 因为神的带领绝对不会 因为情况变化而改变 对 我觉得是或是 不是根据外者 根据犹太人 神的百姓怎么回应 对 如果他们回应就是 那我就不见了 对 沙盖跟沙盖说 你们有过 你们种了很多首额很少 你会有梅拉 或这些 之后没有失货 对 如果他们坚固起来 心心起来 继续见的话 不管这些敌人的恐吓 或是上告 那后来上路就转成 对 不是根据环境 根据他们的回应 对 来看清福 对 刚才牧师说就是 是货是福呢 不是一个外在的环境 不是犹豫他们遇到 什么事 而是他们是怎么样的回应 这个就是关键的地方 如果他们不回应 他们不继续去完成神的工作 这肯定是个货了 但是他们继续的 其实我也想到 就是通过这个pandemic 因为本身这个pandemic 是一个传球性的事 然后也因为这个事件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媒体 我们用数码等等 而且现在就很多人在家工作等等 因为他们都可以在家 其实这个pandemic 是提醒我们 我们的很多时候的想法 不是当时我们 受到地域上的限制 而且我们是想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想得比较广一点 什么都是传球化 现在 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两年 我们都看到 我们很多时候 有很多已经搬走的人 他们还是跟我们一同的聚集 在线上当然 所以我们可以关怀的对象 其实已经 不单是在Wichita这个地方 还有就是 已经离开Wichita这个地方的人 我们也可以关怀他 所以刚才提到 这个攻击 本身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但是怎么样回应 才是最重要 我也想到 比如说在香港 这个港走培林辉 港走培林辉 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 在过去一直都是在现场 当然在现场 有现场的好处 但是几年前 当因为的pandemic 他就搬到线上的时候 在pandemic之前 他们每一年 参加的人数 是在10万以下 在过去因为搬到线上 是超过50万 所以是几倍以上 当然 之后 我们都希望 他可以重新的 有现场的聚会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他们就马上去 用他们的科技等等 就把这些搬到线上 当然以后 有可能他们可以 在现场在线上 同一时间来做 这变成有更多人 可以去参加 所以这个事情 也让我们看到 在过去 我们面对的困难 好像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打击 但是其实 也有很多地方 对我们是有帮助 对我们是有利的 这问题是 我们是不是 去拿住这些机会 拿住这些的 对我们有利的 好 我们再继续地来看 那么他们在 这件事上 他们就 就继续来做了 而且这个核西藏 他们也真的 受到这个 古列王的回应 他们就 也没有再停止了 然后这里 也说到 这个犹大长老 因为这个 先纪哈盖 跟 这下加利亚 所劝勉的话 他们就建造这个店 然后凡事 亢通 然后在大利物王的第六年 这店就建成了 他们是什么时候 开始建的 大利物王第二年 甚至是第六年 他们这四年里面 都把这个店建好 这个对他们来说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他们很快地建完 所罗门王 建他的店建了多少年 甚至是七年 然后他自己的王公 就建了十三年 当然了 所罗门 他都建了七年 但是所罗门他们用四年 但是所罗门的店 比他们这个店 是会王很多了 但是理想 所罗门 他就是一个大君王 他有那么多的机能 他可以用 而且他是一个太平城市里面 来建店 但是这些人呢 他是刚刚回归 他们还是很艰难的时候 他们没有很多的人力 他们都四年里面建完这个店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 然后建完这个店 他们就在这个 今月十四月的时候 今月十四月就是 他们就守这个逾越节 然后逾越节之后的一天 就马上是一个取笑节 就是七天的 这是按照这个 就好像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就看到他们 最初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因为是七月份 他们就守这个逾越节 其实逾越节 跟取笑节 跟这个逾越节 这些传都是 是哪里来的 这些节遇 传都是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所以这趟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这好像以前的 以色列人 他们从埃及 回到他们的应许之地 其实都是神对他们的 一个从备掳 围掳之地 回到他们这个神应许 他们的地方 好 我们这个殿建好了 一切的 我们都看到 为什么犹大人他们需要建殿 殿对他们来说 有什么的意义呢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对 他们回到这里 他们建这个殿 他们是纪念 而且他们通过去建殿 因为殿是他们 一同敬拜的地方 是他们跟神 一个关系的建立的地方 是神的应许 在我们如果是 没有什么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每一趟来到这里聚会 我们就 透过这个 一同的来敬拜 在教会里面 我们是跟神 一个建立的关系了 其实很多时候 教会 确别是 当人 遇见一个艰难的时候 在一个 time of difficulties的时候 在有困难的时候 这个教会 其实带给我们 有一个 更特别的 一个意义 是让我们 在中间里面 我们可以 黏在一起 我们有一个 一同合一的 去面对一个困难 这个就是 这个教会里面 确别是 有艰难的时候 在一个地方里面 发挥的一个角色 我想播一播 一个短片出来 一个短片是什么呢 就是在大概是 半年前 在Kentucky 这个地方 它遇到 有一个龙卷风 这12月份 有龙卷风 是很不经常的 而且这个龙卷风 就把一个地方 一个很小的城市 这个城市叫 Mayfield 差不多是把它移平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龙卷风 过了几天之后 这个教会 它就马上 有一个敬拜 我们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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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棺材 we could hear the storm getting closer eree it getting worse power went out we heard and saw the ceiling tiles in the tunnel volently shaking up and down falling out the tunnel filled with debris and dirt and there's a cloud of smoke and the tunnel was very very巨� c1 was in that moment we got our families and we put them against the wall and then we got on top of our families and we covered them the best that week 我说我的家伙伴,我们会可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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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一直在说那经常的,我没有在我心里不知道,我没有想到那。 我没有觉得我们可以的,我没有想到我们的事情。 我妻子被她说了,她说我会想到她们的情感,她说我们会死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感觉。 然后,它可能会30秒至一秒钟,它可能会长长。 我们去看看一些坡的坡的坡,和一些坡的坡的坡, 也只是很害怕 每一部分就被困在我們我們所困在隱形 層被拒絕被毫不就壞了 枇槳被毫不震事 是真面最狂的場景 但是你回看到Mayfield 很多更是有強烈 你兒子都被圍的架件 積ression 噢,我沒有,我自己、有了 我屬於四個里面的教育 所有這些店員 都他們在國奉上 and it's just sad to see them all in pieces. Despite most of the other large buildings in Mayfield being knocked down, our church still stands. Amazing to me that in the Education Building across the street, that cross that we put up in the window is still there and the window's gone. Everything else is gone. The cross still stand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orm,there's only one place where we truly have peace. 当时我播这个短片 重点不是看这个破坏是怎么样的厉害 而是最后的15秒左右 这个故事他讲的话 他说在这个空暴里面 唯一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找到平安的 就是在神里面 而且就是现在他说 整个的城市他们聚集在一起 他们一同的来敬拜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教会 所以这个教会的作用 除了在平常的时候 我们一同来聚会 跟神建立关系 是有一个作用 但是另外一个作用就是 当所有的人 他都经历到一个苦难的手 他们都可以来到一个地方 他们在这里 重新的得到这个平安 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 就是昨天我们这个小组 我们重新的有这个聚会 当我们聚集在一起 很多人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 我们在过去两三年 我们正是很缺乏团企这个生活 我们都很想重新有这个团企 因为pandemic 令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都变成个离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很需要重新再建立我们这个敬拜 我们在现场里面一同的活动 其实这个教会就是在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打击 这个pandemic对我们打击的时候 我们重新再来 我们再聚集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得到平安的地方 所以就是刚才最后这个穆斯所讲的 我觉得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适合的一个信息 好 我们就做一个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到有的人他们在贝鲁回归之后 他们去重新建造这个圣殿 他们在当中 他们可以重新的对你建立这个关系 也让他们可以重新的去应定他们所民的身份 他们在中间的经历 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升 也是对我们的鼓励 让我们教会经过两年多 因为这个疫情的打击之后 让我们重新的 我们可以restore 我们可以recover 主啊 求神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弟兄姐妹在中间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火焰的 事奉的心 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得到信望 我们也未到以下我们崇拜的时间 我们求主带领 让我们在中间 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信息和祝福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阿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